好回到蓝轩时间 就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 专业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 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 沈云聪 哈喽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云聪你今天换了一个背景吗 这个是那个iPad 哦的效果是不是 效果 哦因为是一个书房 我还想说你从什么客厅到卧室 从卧室到书房 就是这样子的转变吗 哦原来是一个布景 选择的一个布景 OK好 很适合我们今天呢 聊经济学人杂志的这个气氛 我们要聊的经济学人杂志 今天的封面故事 我觉得很切纵现在的一个状况 也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如果你正要问我 这个就是国际的一些相关的新闻 除了疫情之外 我觉得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这边讲到的封面 看起来是一片汪洋大海当中 有点像是鲁宾逊漂流到海岛之前 他可能会碰到这个局面 但是呢这个鲁宾逊这位主角呢 变了他不可能不只是人类 他变得呢是两只企鹅 企鹅呢前面的看起来 正正在看一个飘在海面上的电视机 好了这边要讲的是一个极端气候 底下的一个气候灾难 我想如果大家有关心到的话呢 过去这段时间极端气候带来的 这个致灾性的高温 致灾性的洪灾 很多的话呢 是源自于全球的暖化 全球暖化造成的是极地当中的溶冰 这真的很伤脑筋 所以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 讲的是no safe place 就是已经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地方了 很讨厌哈 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们在台湾大家看的比较多新闻 当然是郑州的这个水灾 的确非常的严重 那其实在欧洲问题同样的严重啊 7月20号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士 非常大风暴 目前看起来至少200多人死亡 也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尤其是整个欧洲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不只是水灾啊 就全球的气候 一下子火灾 一下子太热 一下子太冷 一下子又闹水灾 你看刚刚讲的是 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士 其实就在同一时间土耳其 土耳其好多的城市 创下历史上的 清高的温度 高温 49.1度 49.1度 那其实我们台湾也是像这样 昨天台北那个焚风 对啊台风没来的时候突然之间你还以为说这个台风稍微凉快一点 它说不来这高温度马上飙 对对对你出到外面去是热到你会待不住的那种程度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 其实就在不久之前就七月初 北美你看加拿大传出的那个热浪 造成的火灾 也是近50度 所以你刚才讲土耳其 我觉得土耳其一般就是说 中东就纬度相对来说比较低 你还觉得说那个地方的高温比较可以想象 我觉得北美中真的是很难想象 台湾其实蛮多的移民去什么温哥华啦 这些地方原因就是觉得那个地方的气候宜人不是吗 这很温和啊 就是说是一个比较是属于那种 比如多半是十几度二十几度 就算灾热就是二十几度了 就没想到飙到就接近50度 昨天我们还看到这个伦敦嘛 伦敦也是这样下大雨 一下就下到那种一倍两倍的 动不动就来一个什么数百年来的洪灾 千年一见的洪灾 这其实真的是很很伤脑筋 对啊 因为你看尤其像德国啦 法国啦 很多的城市因为这样的气候 夏天再过去再怎么热 也不会太热啊 所以很多家庭是都不会有装冷气的 所以你看最近这十年来 三不五十就热浪一来 所以很多老人家会会受不了的 所以就形成了蛮多不幸的事件 对我印象中记得这个暑假夏天的时候 其实欧洲在过去几天年比较多的是热浪啦 记不记得像什么法国啦 这些地方 但是你说像今年的这个洪灾 所以你看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死亡 就他们很难想象 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面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说要撤警戒了 我觉得就是轻忽了 或者说这个轻忽是根本就没有经验值就是了 其实欧洲现在不只是洪灾而已啊 其实刚刚讲的热浪同样威胁像芬兰 其实七月上半年 像七月的前半啊 这个芬兰出现了六十年来最严重的热浪 也是同样让很多人真的感觉到 这个气候在变了 那个世界在变了 我们恐怕气候暖化这个议题啊 不是不是假的 而是真正已经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发生 就是过去呢 你看我们巴黎协定啦 很多气候暖化的努力啦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包括有一部分的科学家来说 其实是正在反对立场的 就觉得这个这个是假议题啊 这个气候本来就天气本来就一年一年不太一样 你也不能就因此就推断说 真的有气候暖化这回事 甚至有科学家是这么主张的 那从很多老百姓来说 包括美国现在很多这个川普派的支持者 其实也是这样子认为的啊 嗯 所以我觉得等川普啊 川普现在终于呼吁他支持他的选民 要去打疫苗了 我看他什么时候愿意去承认 气候变天这件事情 确实是对于地球来说是一个迫不及待 必须要去面对去解决的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谈这个问题啊 其实包括你我在内 老实说对未来的可能气候的话 除了看到哦 现在突然的这些灾难之外 呃会怎么样 其实不太容易想象 就能想象啊 那也没有觉得什么太太切服个急迫性 但实际上经济学员啊 嗯 不会啊 我一直觉得很迫切 嗯 没错 他其实告诉我们 没有错 其实2020 2021年啊 看起来会是21世纪 呃温度最 平均温度最低的一年啊 因为很多生产活动停止 很多商业活动停止啊 呃 车子也不能上路 所以大家也不能出门 呃 温度会降低 可是往下继续下去的话 当一旦解封呃 看起来温度一定会继续的升高 没错 你知道吗 我看到最近这个 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说 我们因为一年多前 我们这个节目在讲到什么的 后疫情时代的心思考 我们还觉得说呃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天空好不容易蓝了 温度可能好不容易会下降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竟然还会再飙高温 飙到这种状况 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等于是全球的经济 停摆了一年多的时间 呃 停摆了一年多之后 我们的暖化的状况 我们排碳的状况 还是依旧的这么严峻 严峻到说目前的极端气候 在今年是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对啊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吗 嗯 经济学员这一期 他就指出 其实我们包括西方国家很多的努力 例如六年前的这个80协定 其实到目前为止 那个进展是非常缓慢的 嗯 所以他从几个不同的面向 来提醒我们 说这个议题 为什么应该更加的重视 嗯 包括说首先第一个 他说如果真的要 克服气候软化的问题 其实目前你看我们之前有聊过 欧洲才刚刚通过 所谓最新的2035年的 减碳的目标 然后然后很多的车子就说 到时候就想希望目标是不再会有 电动车 对对都改成电动车 但是减碳 进行人认为是不够的 嗯 他其实我们需要更积极的行为上的改变才行 嗯 比方说 但是因为改变它有一些比较容易 例如 其实像德国这次水灾啊 那你知道吗 所以最近有人就提出说 内政部长要下台负责 嗯 这不是天灾吗 为什么要内政部长负责 主要是因为 其实早在2002年的时候 德国当时也发生过严重的水灾 所以当时就成立了一个叫欧洲水灾预警系统 嗯 那其实在这一次的水灾发生之前 预警系统是有作用的哦 只是呢 大家轻忽了它的可能的严重性 嗯 那在很多的地方 其实老百姓也是一样 不只是政务 嗯 所以所以这个是接下来 其实整体的行为 以及相关的投资 都必须投入才行 嗯 那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 那要靠政府 其实不是的 不是只靠政府的 呃 企业其实也会投入了 当大家都发现 未来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典范的移转 呃 新的投资 呃 新的新创 都会大举投入的这个部分 嗯 那只是说政府也许要 呃 尤其是全球主要的政府 要去多考虑几个不同的面向 包括呃 有钱的国家跟穷国 有钱的国家 当然可以自己拨预算 来呃 打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然后来减缓气候暖化的发生 可是穷国呢 嗯 中国现在你看像疫情中 连疫苗都都都都是严重的问题 更何况呃 呃 要他们有拨出预算啊 呃 拨出政策 制定政策啦 来面对例如三五十一后所可能面临的问题 对很多国家来说 近乎天方夜谈 嗯 嗯 那那 其实巴黎协定也的确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所以有希望呃 呃 有钱国家来帮穷国出钱 来解决这些问题嘛 嗯 因为我们知道 暴风啊 雨啊 这是不分国界的 不分国界 所以呃 呃 呃 但但其实巴黎协定当中之后 这六年来 进展其实相对是缓慢的 嗯 包括有钱国家拨款给穷国的金额也是少的可怜 你看最近呃 美国的Carrie Carrie呢 嗯 目标就说2024年前呢 要提供15亿啊 15亿美金 嗯 就是就是15亿 你是派去参加气候变迁的那位大使 Carrie 呃 民主党队曾经要来参选总统的 OK 对对 就是拜登的气候大使 嗯 所以其实对 对整体来说 呃 老百姓是要注意这个问题的 因为呃 呃 你看真的 金领权他 呃 你你刚节目开始前 你有看到封面上 有一个叫三度C的未来 啊 对 好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 虽然呃 呃 讲的都是正负二度C 嗯 但其实金领权人说 第一个 我们现在对正负二度C 努力不但不够 嗯 就算是够的话 老实说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 来不及 就真的能够解决跟科普问题 嗯 也许 所以你必须想象 如果呃我们接下来不是只有二度C 而是比工业时代 前工业时代 温度还要提高三度C的话 嗯 那么他说那个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未来 嗯 例如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民主的热带 像我们的马来西亚呃 呃台湾其实我觉得是一样 会会太热的 你会很难有户外活动的 嗯 自然生态 珊瑚啦 热带雨林呃 呃也会被消失 也会被被改造 然后很多农作物 他没有办法生载 食物链呢 会受到冲击 当然更严重 现在也很多人 不愿意去想象 跟面对的是冰山融化 嗯 呃海岸线到时候 不是不是这个 往内一个几寸 可能是好几公里 嗯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 受影响的人口 会会多么的庞大 经营权人说 光是如果 如果这个 从身高1.5度C 变成身高到2度C 就有高达4亿2000万人 会受到影响 嗯哼 就更不用讲说 如果说我们的动作 这么慢的话呢 未来可能继续升温 呃我们要去面对的 这个地球急剧的改变 真的就是 速度会更快了 而且刚刚讲的 不只是人类了 我觉得包括动物 比如说你去想象动物 呃经过一年多的 收养升息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呃野生动物也变多了 然后鸟类也回到了一些 该他们原本的栖息地了 但是如果气候变化的话 他们可能会要往 瓜维度的地方走 等等等 甚至连海洋 我们现在也跟他讲到过说呢 在极地附近 他连呃渔场里面的一些 围油的鱼类都变了 都不一样了 那甚至因为这些呃 熔冰而曝露出来的矿场 造成了这些强权之间 大家的争夺 大家呢 目前的摩拳擦掌 觊觎着这些呃 极地的啊 这些土地等等 我想都会对人类造成更多更多的不安啊 不管是地球上的居民 这个居民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还是各式各样的啊 一些呃 栖息在上面的生物啊 我觉得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跟改变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呃 等于是再次的提醒啊 如果大家不努力的话 不去试图改变付诸行动的话 这个地球将会真的啊 像这个经济学院杂志所说的没有安全的地方 我们休息一下回到现场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 好所以呢 讲完了有关于呢 这段时间啊 就最近这段时间所发生一些致灾性的啊 可能是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 所导致的极端气候 极端气候所导致的一些 呃 气候当中的大灾难 但是怎么办呢 怎么做呢 呃 云聪说还有一个 他提出来的建议 对不对 呃 也不是他提出来建议 就是他有谈到 呃 过去这十几年来 科学家有在进行了一场实验啊 呃 这个实验叫做太阳地球工程 干嘛 替地球打阳伞 对不对 啊 对对对 对啊 就是 呃 就是我们就 他们讲出来的基本方法是想说 有没有办法 呃 挡住太阳的辐射 是啊 我看过这个方法 对对对对对 把它反射到太空去啊 嗯 那当然主要的方法有目前两个嘛 一个就是发射一个弃胶类型的物质 嗯 到大地层里头去去把辐射给反射回去 对 或者发射禁止概念啊 嗯 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 没有科学证明它可以有效 而且相反的有可能是有伤害的 但经济权人这边是说 过去15年的研究去检视 的确这种太阳地球工程的技术 是可以成功减少温室效应伤害的 当然它也有它的问题 因为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 这种气候变化是无国界的 但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气候状况 也不太相同 所以当你同样的发射 执行这个太阳地球工程的时候 它不是只影响一个国家 而是影响很多不同的国家 但不同国家对气候的要求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 例如像南美洲或者是海洋 它其实未来暖化的程度 会比较温和 那其他地方会比较严重 人口少的地方 问题比较没有那么大 但人口多的俄罗斯 中国印度 其实暖化也会更严重 因为人类的活动会大幅的增加 所以所谓的太阳地球工程 经济权是认为 还是值得往下去开发的 是啊 这也是一个人类的挑战 但是问题在于说 你能够改变多少 而这个人为介入的改变 是破坏 还是真的可以帮助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大家思考的一个重点 所以这个是真的还蛮有意思 我记得我们新年代科学人杂志 过去这些年 讲过一两次 他们都有这种专题的报道 代表人类的智慧 或是我们这个科学家们是真的有在想啦 但是我觉得要落实下来 第一个政治人物啦 或是你要讲政客啦 就是他们到底用不愿意接受 是不是真的去拟定一个政策 然后再来落实的速度跟比之间 国家利益啊等等 这些部分 再一个就是个人啦 个人到底还能够落实多少 也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OK 好 要换个话题了吗 来我们来聊一下他的商业头条 OK 非常有意思有趣的文章 我想大家如果有在追剧的话 应该会喜欢这个文章 他谈的是Netflix Netflix这家公司 网飞 因为我们疫情期间都知道嘛 像去年这个大家 关在家里没事 所以就疯狂的追剧 是 所以其实Netflix在2020年的 尤其上半年 新订阅户就增加了2500万 它2500万新订阅户是什么意思吗 一个台湾 一个台湾的人口 对 一个台湾的人口 然后呢 你看它一个月 15块美金左右嘛 来算的话 有些它有比较便宜 不过平均我 你就有抓15块 等于每个月它增加 3亿7500万的收入 一年就增加45亿的美金收入 所以这是为什么 其实去年 Netflix股价一下子就暴涨 真的 那很有意思 追剧我们都知道 一季又一季吧 那所以这篇文章的切入方式是 他认为Netflix呢 从过去原本的DVD小公司 转换成做这个线上串流 是一大的这个做video 是一大的 是他第一季 这家公司的第一季 第一季 你使用这个概念 OK 他的第一季 对对对 他自己上演的第二季 就是去年疫情之后 这个大爆发 大成功 OK 好 那个大成功现在看起来 进入第三季是不是 对对对 下一季就要走到第三季了 也就是解封之后 那整个全球的市场 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你讲这个 我还看到昨天有个报道 讲到黑寡妇 有点像这个释金石 因为黑寡妇是美国 他们等于是在拜登 说要打疫苗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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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到一个相当状况 之后要解封 对不对 之后 第一个回到院线去播放的片子 然后他们就讲到说 但是他同时做了一个尝试 他也在串流平台上面播 然后呢 据说效果很好 就是说这两个是不冲突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 对于他们这个业者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嗯怎么讲 一种实验 或者很大的一个启发 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想象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网络串流的 视听人口市场 已经规模够大了 也说大家养成的习惯 已经够多了 所以对Netflix 对网飞来说 这个不是太大的威胁 其实最大的威胁 其实还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当他渐渐成熟之后 也代表着 他不再有爆发性的成长 嗯哼 他现在的第三季 看起来要因应的 是一个全新的阶段 就是他的新订户大停滞 他的市场大饱和 因为呢 你今年刚刚过去的 四到六月来说 Netflix的新订户 只增加了150万 相较于去年同期 整整少了八成五 可是问题是 他总是会要到顶的吧 他总不能奢望全 因为全球的人口 成年人 看戏的人 也总是有个顶吧 不可能无限制的 不断的用这样的一个速度去成长啊 总是 所以我觉得放款应该是正常的吧 对 其实没错的 尤其像 接下来 我们之前有聊过嘛 一旦解封之后 其实大家花在家里的时间变少之后 最具的时间也一定会被 被瓜分掉 因为时间是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零和游戏啊 对啊 而且你回到院线 也还是有些人觉得院线去电影院里面 看剧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嘛 所以我才会说这个黑寡妇那个例子 让双方似乎都觉得达到了平衡点 就是说你就算回到院线 但是串流也还算是有人看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 你虽然串流那么夯 但是能够去电影院的话 很多人也还是愿意选择电影院 对不对 蓝轩那如果回过来想 现在如果听歌呢 音乐呢 以前是买CD 后来听串流 所以我就是我会注意到那个新闻 黑寡妇的新闻的原因 就在于说 我觉得它符合我的判断 因为我觉得要看你自己想要一个 什么样的娱乐的感受 当我想要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我懒得出门的时候 我觉得串流很方便啊 但今天如果我想要跟朋友约了 要去有点某个程度 有点像社交 就是说不管是社交跟朋友社交 男女之间的dating 我觉得都是 甚至说我今天只想看一个很大很大的萤幕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适合这样的看 这个音乐呢 如此的摇滚 它就要很嗨 又要有很多的这个效果 这个在家看串流 绝对没有办法满足我 我觉得像这种 它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啊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并存 如果要约女朋友一起看电影 到自己家里来 家里可能太乱太脏 会不会 算了 你这样想要 搞不好有人觉得在家还可以 比较缠绵一点也不一定啊 所以就是说 你的目的 你的目的 跟你的需求不一样 会创造出不同的一些娱乐的方式嘛 所以我觉得很可以并存的 是 是可以并存的 只是 对Netflix下一波的挑战来说 如果它继续要成长的话 现在看起来 北美美国 加拿大市场是饱和的了 饱和的了 所以它下一波的成长 看起来必须靠 美国以外的地区说补回来 那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因为以去年来说 这个国际市场的成长 占它的总营收的已经大 非常高的比例了 嗯 那预计呢 到2025年 国际 美国以外的其他国际市场 会占它营收的三分之二高 嗯 三分之二 OK 对它现在其实 因为去年每家市场 其实增加的人数反而是减少的 嗯 那所以它十个订户当中 十个新订户当中 有九个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 我觉得亚洲应该蛮多的 对 像去年亚洲就已经有了 三千一百万个订户 嗯 嗯 当然啦 国际市场也没有那么容易经营 因为首先第一个文化的隔阂 嗯 再来第二个消费的能力 其实还是有差的 嗯 美国的台湾我觉得算好的 因为美国这个Cable 一个月这么多钱 因为减个Cable 其实是过你看 看很多的剧的 你可以去多很多的串流服务 台湾其实也是 你减的线 那个线拿来看Netflix 绝对绰绰有余 是啊 嗯 但其他的国家 你看像印度啦等等的 可能就不见得能够负得起 跟北美一样高的费用 嗯 所以这个呃 它虽然可能订阅的户数成长 但是必须成长了更多户数 才能够弥补到 而在美国部分 都能减少所带来的的损失 嗯 嗯 但这很可能就会有点像是 你去看非洲人穿鞋子 不跟穿 跟不穿鞋子的那种商机的概念 那你照这样想 非洲嗯 目前拥有手机 手机可以上网 智慧 看串流的可能比例相对低 如果有一天 那我们所有的人手 以及智慧手机 可以看全世界各个地方来的呃 这个内容的时候搞不好 它又有一波的大成长啊 嗯 没错 所以所以你换个角度想 其实一下Netflix 走到这个市场饱和的程度 就是说当 尤其当片商 现在要推片 你会觉得啊 在串流的效果 已经不输给电影院的时候 嗯 而且某种程度代表 Netflix 自己都变成是 传统产业了 嗯 它不再是 大家所比较陌生 比较怀得憧憬 或者好奇 想要探索的一种创新的产业 嗯 相反的大家已经觉得 那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呃 它就得换个角度 去去想它自己的未来了 哦 所以我想这个会是 经济学院说 它的第三季啊 嗯哼 的剧情重点 嗯哼 它又怎么样 在这个主要市场 北美呃 停滞的情况底下 去开拓跟继续 它过去这十年来的大扩张 嗯 嗯哼嗯哼 OK好 所以呢 这有关于呢 这个大家都很有感觉的啊 这个追剧的一些相关话题 这种产业面的角度来思考 母熊熊再回到现场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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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到蓝线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 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 接下来呢 也聊一个跟这个经济 比较有关的话题啊 呃 就像是我们讲到 像是Netflix这样的 一路的串流大发发的时候 曾经是多少的投资人呢 捧着资金 哇 砸到这个领域里面去哦 所以到底现在的创投 尤其是在这段时间 呃 疫情的状况底下 一年多 哇 这个大家的拼命撒钱印钞票 呃 这样子一个资金 大派对的状况底下 这些创投 比较是去投哪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玩的话题啊 所以有吗 有大爆发吗 那他们现在最爱投什么 嗯 那这期另外一篇 跟金融市场有关的屏幕谈来 是创投产业啊 嗯 在过去这一年来的大爆发 那这个其实如果大家关注 财经新闻 应该都会注意到 因为在这段时间来全球啊 全员脚目啊 资金员脚目 大家都能找回头的项目 真的 嗯 你看光是今年上半年啊 全球科技新创公司 总共就募了三千亿美金 嗯 这个金额相当于是去年一整年的的金额 所以上半年就等于是去年一整年 将近了 将近了 嗯 然后光是过去的四到六月的这一季啊 这三个月就造就了 这个资金大量投入 造就了一百三十六家新创独角兽 嗯 ok 那你叫独角兽是就是市值十亿美金 的新创公司嘛 嗯 这个名字是2013年 也不过是八年前 这个一家创投叫Cowboy Venture 所首创的名字 嗯 那独角兽啊 其实在当时八年前不过 十根手指头数一数 够啦够啦 大概十几家左右 嗯 可是大家知道吗 八年后的今天 全球独角兽高达750家 嗯 这样还算独角兽吗 因为独角兽的概念就是在一个领域里面 它特别突出吧 不 它主要是在新创的事业当中 市值很快就受到投资人的注意 可以突破十亿美金 对 这是具体的概念 但我说概念性 你说它特别突出嘛 对不对 但我说都已经到了七百多个了 那它还算是 所以代表着 有那么稀罕吗 因为 这个资金真的太多啊 就是大家疯狂的去投入 所以把这些公司的价值 都不断的给它推高 嗯 嗯 你看光是今年啊 今年大概到签了到七月了 今年上半年呢 这个一轮募资当中 可以募到一亿以上的 也高达将近四百件 三百九十件 嗯 所以其实这对新创公司来说 实在是天大的好消息 嗯 不过 但经济圈这篇有方法看到 但所以会有变化的说 过去呢 很多新创追逐的是 类似像Uber啦 这样的所谓大平台 嗯 过去这段时间大家追逐的 其实比较多的新创 是属于niche的 比较利益市场的 比较专注于某一些特定的产业 独特的 而且更细的啊 嗯 嗯 例如我们上个礼拜有聊到的金融科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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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聊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轻松的文章 嗯 他谈的是这个远距上班下 請问你要怎么去当主管 嗯 你在公司里头你知道啊 反正我这些人在干嘛我都看得很清楚啊 是啊 但在家里 請问他的镜头那一边 他的背景是真还是假的 嗯 就是我刚才问你啊 你这个书房看起来都是古书呢 哈哈哈 所以其实包括 其實不只欸 我像我看我小孩他们在上学啊 我觉得老师可能也同样要 要要学习新的在线上教学的技巧 嗯 那这个题目我觉得不见得 呃会因为疫情过去而完全消失啊 现在看起来有越来越多公司 呃会把远距开会 呃视讯已经纳入接下来的工作方式之一了 嗯 我认为会做是属于hybrid 嗯 也就是混合型的上班方式 嗯 所以这一来所有的主管都会面临更多的线上会议 对啊 都会面临更多的线上的合作 嗯 所以这期他这篇文端很有意思 他引述的是一本新书 书名叫《远距领导》 作者呢是James Citrin跟Darlene De Rosa 那作者其实相对比较乐观 他觉得呢 嗯 当主管在线上也同样可以是有效的 那怎么做呢 他提供了几个具体的建议 嗯 首先 他说要维持你的团队不要太大 嗯 因为研究显示团队越大 performance越差 嗯 最好呢 最好呢 功能没有那么单纯的情况下 其实表现比较好的还是比较单纯的任务 再来第二个 他说呢当然要跟团队之间保持密切关系 嗯 不过这件事相对就很难拿捏了 到底你常常联络人家是在监督还是关心 所以你的意思说密切关系就是说你要常常 你要常常关心他 但是别人可能会怀疑你在常常监控我 啊对啊 就是尤其在线上 其实大家就 其实某种程度也没有安全感 也就是若即若离 所以你管的太多 叮得太多 会让人觉得你在紧迫叮人 嗯 但是你讲的太少呢 又让人觉得你不重视我 你不关心我 嗯 其实在美国已经有发现了 其实包括我们过去很熟悉的email 那你发现其实你email的措辞也很微妙 嗯 你措辞太热情 会让人可能怕会有误解你到底想干嘛 嗯 可是呢你如果措辞很平时 就是就像写新闻稿一样很不带情感 又会让对方觉得 主管你是不是不太喜欢我 你是不是跟我保持距离 是啊是啊 所以这些是要去拿捏的 嗯嗯嗯 像这几天我不是看到那个 嗯 太魯格那个事件 后来什么交通部长不是发了一个 慰问信给这个罹难者家属吗 这样不发还好 一发了家属更生气 他说你发给我这个email接到的信 比房仲的广告还要生疏 嗯 没有温度 对完全没有温度 所以人家都还给你装熟 你你连装都懒得装 就这个时候反而效果更差 对不对 嗯 然后关于线上会议 他有两个我认为很好的具体建议 首先第一个呢 他是说线上会议很方便开 也可以开 但是呢不等于你需要开 嗯嗯 硬要开的结果要么就是无效的 要么你是耽误人家的工作时间 哦 就不要想到很方便就开就是了 对对对 第二个提醒是呢 过去的会议我们常常 我们开个半小时的会议 或一个小时的会议 他说不要 在线上会议呢 你最好大概是改成30分钟或者是50分钟 你要留个10分钟 让大家中间去是有休息有喘息 或者是可以做一些准备的 哦 为什么 那基本上要开线上会议呢 他提供了四个目标给大家去掌握 嗯嗯 第一个呢叫解决问题 嗯 没有要解决问题可以不要开 第二个呢叫做做决定 不需要做决定的会议可能也不需要开 嗯嗯 第三个呢叫争取支持 我一个点子 我希望跟你们想法来支持我 嗯 第四个呢是打造关系 Build relationship 嗯 比如说至少你开场会议呢 要知道你的会议的目的是什么 要是有其中这四个的其中之一 也许就构成条件 当然有同事具备更多更好 如果这四个都不存在就不要开这个会吧 可是不只在线上啊 你平常不也是这样子吗 平常也是这些需求啊 也不只说线上才需要这个需求 还是说啊 因为老板想念员工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平常还有第五个目标啦 什么 吃点心 吃点心 不是真的 就老板觉得啊 反正显得没事 那大家见个面吧 聊聊天 嗯 好啦 不过事实上确实啊 有些会议本事的目的性 没那么强的时候 确实未必有效率啦 嗯 ok 对 但是如果远距久了 我觉得如果主管 是属于那种很温馨的主管 觉得我好想念大家喔 大家来见个面 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希望赶快解封大家可以见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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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见面比较有温度 值得要讨论事情 可能也来的比较深刻一点啦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沈云冲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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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i like Radio